奇怪宝宝学画画 我们今天要来画春天的画 郁金香 郁金香呢有种很简单的方法 郁金香呢非常的好画 我们就需要像这个样子 诶 画了三个小弧线 好像三个小山峰一样是不是 然后下面把它连起来 微微胡的连起来 就像这个样子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们在旁边它多画几个 这边画一个大一点的三个小山峰 一 二 三 连起来下面 上面涂一点点 涂一点点 这里再画一个三个小山峰 一 二 三 下面连起来 像一个半个土圆形的一样 一 二 三 这边再加一个没有开的郁金香吧 我们在花朵下面 快调短短的直线 然后从花的底部 给它加上花枝 郁金香的花枝是呢 比较的直 这里呢 它会有一些叶子 它的叶子是一种细细的 长长的叶子 有的叶子呢 把花枝给遮住了 这样醋又有致的 给它一些叶子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不是看起来就丰富了 下面呢 给它画上一个挖盆 红姐拿了挖盆 左边一个大弧线 右边一个大弧线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 你看加一个小底座 就画好了 给小花盆上加一点眼睛吧 加上 加上 花双土圆 爱心 小短胡 土圆 爱心 小短胡 黑色 三 二 三 小短线 三条小短线 三条小短线 不是啊 小眉毛 嗯 小嘴 丢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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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不是就画好了呢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我们来学习花朵的英文文写 flower 大家应该都会 对不对啊 F F L O W E 2 flower 花朵 flower 那么郁静香的英文是什么呢 T U L L I P Tu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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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金香 Tulip Tulip 郁金香 Tulip 花朵 郁金香 春天哦 低 Tulip 多 모� Tu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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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ip Tulip Tulip Tulip